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 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他在撒谎 但他却通过了测谎仪 难道他真的来自未来 采访的时候 诺瓦克解释说 他表面看起来30多岁 其实他已经年过半百了 而且声称 他旁边的男子 是来自2070年的他 呃 可能小编眼神不好 居然没发现哪像 而诺瓦克解释说 40年的岁月 身体脸部总会有变化的 又问他穿越的过程跟细节 诺瓦克解释说 他不能透露很多 有关时间穿越的信息 要不然会带来危险 这番言论说的倒是头头是道 连测谎仪都搬出来了 但是这种电视剧场景 实在让人相信不了啊 而且根据已知的物理定律 直到现在逆向时间穿越 是不允许的 虽然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 但时间是一维的 而且伤增定律 只会让时间朝前流逝 伤增可被视为时间之鉴 也含着时间只能向前不断流逝 但不能倒流 只不过物理学家 罗恩·梅里特教授 却坚信时间是可以逆向穿越的 而且他也正在研究时间机器中 他想利用高能激光来扭曲时空 让时间产生环路 从而打开时间倒流的大门 至于梅里特教授一生都在为之努力 原因是他想回到60多年前 去见一见早已去世的父亲 看完这个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